好,我们小伙伴要上一课那种啊 上一课讲什么在这 上一课讲的是框架 是吧,框架英文是什么呢 哪个元素呢 i-frame i-frame 那么,呃,它是embedded的对象 就相当于像欠一个图片一样 图片不是有图片倒链吗 哎,这不是图片倒链 倒链什么 就直接把这个人的网 网页搁在我这里面算一小部分 这样来显示 当然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应该说反正是可以引进来 是可以引进来 那么,我们先做个练习题吧 说 这个三选一 让链接 哎,等会啊 让链接在新窗口中打开 应该用什么呀 啊,A空格 HREF 等于这是地址 这是地址 这是地址 是target等于new啊 还是直接写new啊 还是target等于下发现blank啊 target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browsing content 是吧 就是,就是显示了在哪 哎,这个应该是 新窗口中打开 你如果忘了怎么办 那摆度一下 新窗口中打开 然后空格HREF 然后肯定能搜到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这个 也能够用到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A空格HREF 然后呢 target等于A 那这个A就对应什么呀 就对应这个iframe的name 这不是iframe iframe里面可能什么都没有 啥都没有 多得个呢 300乘 200乘200吧 比如说 他这个里边可能啥都没有 但是呢 这个就有个名字 只要有这名字 回头这个 超链接在哪打开 在A打开 A在哪呢 这是定义的name 哎 是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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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 那么我们试试成不成啊 试试成不成 先打开它 打开它 然后这块应该是那个框架 是吧 右键它 看看 有没有这个框架 是可以选择body里 现在现在这个框架里面是有东西 但是空的 对吧 一点春 春就进来了 春就进来了 那么这个里面的东西其实是 是又引了一次 是吧 又引了一次 是这样一个流程 春 夏 哎 夏 哎 这夏怎么进来之后 又点到 哎 这儿 夏还有超链接 那么 哎 这就是夏里边的超链接了 夏里边超链接 它没指定那个 那个 Bloxing Content 也就没有Target 所以它就 他 你说我在新新标签页中打开 行不行 好像也行 在新的窗口中打开 行不行 好像也行 是吧 是这么一个过程 哎 那么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个 iFrame吧 iFrame 它的值是什么 我要引哪个网页 我要说把哪个网页放在我这里边算个子网页 就用SRC属性 Name是什么呢 回头Target的值的 就是这个内容 啊 紫集的页面 就比如说 什么叫紫集 就是 这是一级 对吧 这是一级 那么这个就是里边的内容 我们上次还有一想法是什么呢 这个谷歌跟百度 一左一右 是吧 一左一右 那么这个 呃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么左右其实就应该是 有有有一个布局的方式 那么比如说我在桌面上新建一个网页吧 叫什么呢 叫左右 左右 点 HTML 那么这个左右通过什么来实现呢 以前也学过了一个类似能够把它分割开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Table Table就是一个表格 表格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唯一的会布局的方式就是Table 对吧 就是Table Table里面 TR是什么Table一行 一行里有几列呢 两列 一左列 一右列 那么总共就两列 那么这块呢 可以把它这个iFrame搁进去 啊 Ctrl C过来 到这来Ctrl V过去 对吧 Ctrl V过去 那么让它是多少 200 200吧 让它也是多少呢 Ctrl C Ctrl V 这是百度 这是谷歌 这能不能就实现这个这个左和右一左一右的感觉呢 哎 这个就是左和右 当然它有点太挤了 是吧 有点太挤了 我希望这个再大点 再宽点 再宽点就改宽度 宽度200不行来300 200不行来300 保存一下 虽然还是很挤 哎 但是基本上能够找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基本上 基本上能够找到这个位置了 这就完成了这个布局的工作 是吧 一左一右的布局的工作 那么这次我们做点什么呢 我们还是做这个框架 是吧 框架 这框架里面有了谷歌 有了百度 如果这块搜一个东西的话 是在哪搜呢 是在这里面搜 点开了之后 是不是又新开了一个网页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网页应该有一个特性 是下滑线不赖 对吧 下滑线不赖 就是这个检查元素 看 就到这儿来了 是吧 A data等于什么什么 F1冒号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A HREF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啊 Target等于布兰克 最终决定那个的东西 就是在哪显示的 是Target的属性 A的Target的属性 和谁对应呢 A的Target属性 和这个I-Frame的这个 就是Target 和I-Frame的什么属性 对应来着 是Name属性 那Name属性是I-Frame的 呃 局部变 就是 是是是全局的 还是部分的 那那得看一下 这位搜什么呢 搜I-Frame I-Frame 搜一下搜到结果之后呢 的I-Frame 哎搜这个是吧 他是一个嵌入式的 就像马赛克 镶嵌到网页中一样 他可以把网页本身 镶嵌进来 网页本身镶嵌进来 这个Name 并不是一个全局的属性 这个Name属性 其实我们在别的地儿也见过 这个Name属性 在哪见过呢 应该是FORM里边 FORM里边 有一个东西叫Input 是吧 说 我我我试试啊 我试试 比如说在这 写这么一个 复选框 Input 空格 Name 等于什么呀 等于A 然后呢 这就A 然后 input 如果这是A 这也是A的话 注意 那他们两个应该是互斥的关系 对吧 他们俩应该互斥的关系 是不是呢 这不是 现在都变成文本框了 他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那个东西忘了 去哪查 input 对吧 input input有啥属性啊 有啥属性啊 common input 还是input input 有啥属性 看看哪个像 他的属性可真够多的 是吧 我觉得type 是吧 type 是吧 type 属性 但是什么类型的呀 是单选 哪个叫单选来着 radio radio 四选一 四个鸟 只有一个才能选中 这个东西叫 四选一 空格 这叫什么呀 type 等于 radio 然后呢 这也是type 等于 radio 保存一下 然后拿过来刷新 点他 不能点 哎 点他可以 点他 哎 互斥的关系 互斥的关系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功能 就是 你看这个也有name属性 但是是input的私有的name属性 它不是一个global hbl 不是一个全局的属性 而是一个input的属性 这个呢 是iframe的name属性 是吧 iframe它有一个name 它这块有一个name之后呢 就可以相应的 比如这个有个name 就可以相应的在这里面 让target的指过来了 让target的指向A 就就指指指过的关系 其实呢 这个不光是这个 元素有生生灭灭 元素的属性其实也是生生灭灭 就这个name啊 早先早年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但现在它很多事情是现在由这个id id属性 global attribute id global attribute 不是里面有id吗 由id属性来 来做这个事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说仅号的id attribute 这个仅号其实是这个p的name 但现在其实是id了 也可以定义 a空格name等于什么什么 现在a的name属性应该也没有了 是吧 a的name属性 就是a元素的name属性 现在应该也没有了 看看a元素的什么属性 还有没有name属性 的a element 其实现在也没有了 就是说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 它能不能稳定一点 让我永远一劳永逸呢 那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那就意味着这个语言它已经死了 正是因为它不断变化 所以才有生机的存在 那我现在想做什么呢 我现在想做一个四格漫画 四格漫画怎么做呢 左侧是四个链接 右侧呢 是四这个同一个位置是四张画 那我怎么怎么做 首先我在这粘过来这个结构 是吧 粘过来这个结构 然后呢 在这写上这个123444行 对吧 写四个a嘛 相当于 i frame里面 能不能有这个元素里能不能有东西 比如说这样写 我先不这样写啊 我说这个左右里边 这个里面 给它搁点东西进去 这个左右结构里面 会不会就有一些什么东西了 好像是没有 是吧 没有 检查元素 我看它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 或者把它放在哪了 table里的 这个 tr里的 i frame里面 它其实 就是不支持 它里面有东西 是吧 它里面可以有东西 但其实整个浏览器 就把这个 相当的忽略 东西全都忽略了 你可以写 但浏览器不认 我看元代码的时候 才能够 看到这个 才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但是浏览器 是完全 完全不知道 把浏览器给 蒙过去了 它自动忽略 那么 这个浏览器 就自动忽略 别的浏览器呢 就不知道了 我现在想做一次个漫画 这边是td 对吧 td回车过来 然后呢 这个用 p标签 把a换行 A呢 href 等于多少呢 等于 首先当前在这儿 对吧 首先搁哪呢 哎 怎么写在这儿了 不是说好在这里面了 那就 Ctrl C Ctrl V Ctrl A Ctrl V 在这儿 再多写 这个左右的这个 先给它稳定住 是吧 稳定住 要不然 Ctrl Z先撤回来 是吧 撤回来 那么 这个里面写什么呢 这个写 嗯 年 底下的春 底下的春 点 JPG 这是第一张画 是吧 这叫什么呀 这叫春 春 好 Ctrl C VVVV 有了春就有什么 有夏 夏 有了夏就有秋 有了秋呢 就有冬 还保存一下 而且而且 而且 我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 嗯 四格 漫画 四格漫画 哎 四格 你看 那这个提示都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四格 它是 点 HTML 文件 英文的 逗号 这个时候再拖回来 嗯 否 他用优异打开 然后呢 这个是冬 冬 秋 夏 春 保存一下 在这里面呢 就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让他的name 等于什么 让他的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 seasons seasons 控格src 让他的target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等于 seasons 到这来 Ctrl C 把这个批量替换一下 但是 保存 四格 是不是就能完成了呢 到这里来 春 夏 秋 冬 如果要无份的链接呢 无份链接 那个属性叫什么来着 i-frame里面 那个属性好像叫 seam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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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什么样属性呢 是个不耳直 要么有 要没有 就跟那check data 或者read only似的 是吧 就这意思 seamless seam就是边 less 就是没有呗 i-control v control 不是 这是应该是i-frame的属性 是吧 i-frame的属性 i-frame 空格 加人属性 或者让我等于处都成了 哎 春 夏 秋 冬 其实 其实在这过程中 它是 它是有这种去 去 去一个地方 去 去取东西的过程的 我们到network里面看一下 卡 它是盖它一遍 是吧 卡 它又盖它一遍 它卡又盖它一遍 它其实 但是作为 作为整个页面来说 好像没有刷新 实际是 在这里边刷了新了 刷了新了 刷新了 什么叫刷了新了 那么 i-frame呢 它其实是很厉害的标签 但是呢 frame标签 它是obsolate 就是被 放进了标签坟场 这frame标签呢 现在也是建议不使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用的人很少呗 用的人很少就 而且它和iframe 是有重突的地方 以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frame set frame set 它就是 netscape提出的 这种方式 很好用 而且呢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网站 就是不光是图片倒链了 它完全把自己做成一个 书籍目录的情况 然后这边左边怕一点 右边这就出来了 等于所有网站 进在我的囊中啊 这个百度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虽然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还还还有一些 那个技术就是突破框架 比如说你在这吧 我在这 哎 我想一个办法 一点 不在这里边被被控制了 我直接突破这个框架 哎 我一定要成为最最顶级的这个 当然 框架里还会有框架 这就有点乱了 也就是 微软和netscape不在打 所以iframe和frame 两个两个元素 看谁厉害呗 那么怎么评判这个语言标准 怎么写啊 作为开发者就都很迷茫 到底听谁的 不听谁的 我到底 这这其实就挺麻烦 那么 html呢 他这个作为语言的书写的标准的地方 就会召集会议啊 这个 把这个 微软的人也好 把netscape的人也好 反正当时做浏览器的人 包括spyglass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都请过来 请过来之后呢 就投票 哎 投票 那么投票之后出了一个标准 然后希望能够按照这个标准 但这里面又涉及商业利益 所以就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东西 人多了 肯定思维发散 更灵活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人多嘴杂 行不成一个合力 那这就是不好了 所以呢 最终 实际的胜利者 就是IE Internet Explorer 微软公司的IE 成为实际的胜利者之后 那么 iFrame就成为实际的标准 那这这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 又又又变化 但是至少目前 iFrame成为一个主 就是很好用的标签 那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呃 镶嵌 比如说我们刚才做了这个 叫做 这个 四格四格漫画 卡卡卡卡 是吧 这个是可以做的 但是 嗯 如果做小说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块做一个树形的 树形的 就像一棵树一样 文件夹那种 它能打开第一张第一节 然后这样 这边是一个子网页 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框架 也是可以 所以框架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它能够把你的 呃 网页的空间扩展 但是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框架里面 能不能有框架呢 比如说 我现在 打开最开始的这个 这个 iFrame 打开了 打开了罩 这个是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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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建这么一个吧 建什么 iFrame Ctrl Ctrl V 然后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 Nested Nested 就跟OL里的OL UL里的UL一样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那么这怎么写呢 首先就能有那A标签 是吧 A标签从这儿扒吧 从这儿扒吧 Ctrl C Ctrl A Ctrl V 然后呢 这个 iFrame呢 从这儿扒 是吧 从这儿扒 Ctrl C 诶 我想做什么 在这儿 就是一个框架里的框架 我就直接把这四根漫画 当这个基础吧 然后再 这样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这个就是 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这个春点 HTML 春里边再搁一个小框架 就是HTML 就 就 就是 春里边再搁一个 春 再点开就是123 这行不行了 那我就得动春 春里边的这些文件了 是吧 那就春里边的春点HTML 这个东西 点开了之后 这个 不光是这些东西了 我这块还应该有一个什么 还应该有一个 A标签 那它是链接到哪呢 链接到 1底下的1点HTML JPG吧 这肯定肯定有 对吧 那么让它有一个target target到哪呢 target等于 嗯 春 呃 等于等于什么呢 等于 等于C吧 那这就是1 是吧 这就是1 然后呢 Ctrl C V 这个 Ctrl C C V 然后这就是2和3 然后这块是什么呢 这块是 Ctrl V 然后 Frame iFrame Frame已经 Obsolate了 对吧 然后 Source等于它 然后Name Name Name等于C 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我就是说 首先我在 哪个里面呢 在Name 的里面 点开了之后 春 春这块有1 是吧 1呢 进来 就是1 这个呢 就是2 这个呢 就是3 那么这个应该是这样 对吧 我看行不行呢 那么 在这个里面 首先这个是2 对吧 这是2 这是3 123 保存一下 123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 这不用粘了 这是空白的 一开始的时候空白的 然后呢 这个都叫C C 四格 就是四个选项 选了之后再选一次 然后 保存一下 这春就 刷了一遍 是吧 这个里面先进春 春里面是啥都没有的 先进1 就是正月 再进2 就是2月 再进3 就是3月 然后点下进去 其实也一样 是吧 点下进去 其实也一样 那就把夏和秋和冬 就改一下就成了呗 这是夏 夏 终于是 你还要 8 5 6 4 5 6 5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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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七八九 七八九 保存一下 洞呢 在这儿了 Ctrl V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刷新 这等于是进春 有一月二月三月 进夏有四月五月六月 进秋有七月八月九月 进冬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哎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说所有的我我我希望所有的就是都是seamless呢 seamless 就没有那个框块 是吧 把所有的内容等于C都变成这样的东西 成不成 Ctrl C Ctrl H 把这个东西换成这个东西 行不行呢 我说所有打开文件都要来走一遍 全部替换 是吗 是啊 然后呢 完成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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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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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框块还有没有啊 春 一二三 实际 这你看他没有动 实际他也完成了这个刷新的过程 只要他要新新新新图过来 四 五六 是吧 他也在盖 秋七八九 那么这个秋为什么这块有一个框块呢 就是因为这个秋点到这块的时候 他是不是没有seamless啊 秋 应该有啊 那么现在呢 是这块没有这个内容啊 就是这这块没有那个框块了 但是外面这块还有那个框块 我把这外面框块怎么去了呢 那应该是在哪个里面呢 应该是nested里面 对吧 nested 就是欠套啊 重中之重 强中之强 这是什么呀 框中之框啊 框框框啊 那么这块给他加一个属性 这已经加这个属性了 但是呢 可能因为春点一天没有啊 他本身超大的这个原因 那春点超大怎么办呢 我希望他不超大 把其他都删了先 保存一下 刷新一下 先进春 还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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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春 那这个春已经很小很小了 应该说 是宽度高度的大小不合适吧 我觉得啊 也就是说春这块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 那 nested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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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有个本身的大小 高度宽度是300 300300 我觉得这应该 已经 春 春 可能这个春这块框是由一开始百度这块决定的 一开始百度就决定他他肯定会有滚中条滚中条 于是他就他就顺程下来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如果一开始没有百度呢 刷新春 还是有一框 是吧 还是有一框 那这框怎么来呢 那这框其实就是 呃 春里面的 i-frame 他没有定义他的宽度是吧 我说他的宽度其实是多少 其实是比300要小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300吧 但这个的宽度呢 是400 这不就能绝对包住了吗 我就想看看没有框有没有可能 春 一 二 三 这是不是整个这块的框框 就春里的小框框没有了 这外面的框框也没有了 哎就是 但是框框有也挺好的 还可以扩大呢 有也好 没有也好 这不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什么想法呢 就是我还有一想法就是 A标签能不能加在这种嵌入式的对象上 那么怎么写呢 首先写一个呃 什么叫嵌入式的对象 嵌入式对象就是embedded 是吧 就是这上面写的这种呃 拿上了 embedded 就是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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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embedded content embedded content 不是啊 看看哪还有啊 这儿呢embedded content emage emage emage能不能加一 就是说我现在有个张图 这图能不能加一个超链呢 我试试吧 比如说我这新建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就扛出v过来 扛出v过来之后呢 这里面来一个emage 空格src 等于什么呢 等于年底下的年点jpg 然后呢 这就算写完了 写完了 a等于什么呢 a等于 他也就这么写吧 保重一下 叫什么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 测试 测试 点html 嗯 im im imbed embedded 的 点html html 怎么 不能认得 embedded.html 他这块 鼠标在这是一个超脸 对吧 这块其实是 至少它是有这个超链功能的 只不过这个超链功能 现在还有一点 不是 不是针对那个位置 比如说我 我点了它之后 去百度点抗 前面要加http 对吧 http Ctrl S 然后呢 拿过来之后 再到这来刷新它 刷新它之后 点开应该就去了百度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把它矿起来 那么我能不能给 iframe加这么一个东西啊 能不能呢 iframe在哪呢 在这儿呢 对吧 我Ctrl C过来 iframe在这里面呢 iframe 先保存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个东西 刷新 它这里没有个什么东西 是吧 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我如果给它加上 啊 空格src等于 呃 连点的连点gbg呢 就是它现在这个框架里面就有这么嵌套着一个连点gbg 行不行呢 不知道啊 行 但是你点这iframe其实它不是没有这种超链功能的 是吧 这就是目前的状态 这说明什么呢 其实什么也不说明 总而言之就是 现在就这样 那么这个embedded的这个嵌套类型里还有什么元素呢 我们下次再研究 我先看这个嵌套来说明了 我先看这个嵌套来说明了 我先看这个嵌套来说明了